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死亡病例超过5100例 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 3月7号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突破10万例 3月18号突破20万例 从10万例到20万例经过了11天 23号突破30万例 从20万例到30万例经过了5天 此后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平均每两天增加10万例 3月25号 3月27号 3月29号 3月30号和4月1号 突破40万 50万 60万 70万和80万例 分析认为每突破10万确诊病例的用时缩短到两天 充分说明了大流行的加速 而在全球增长的数字中 新增最多的国家依然是美国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 截至目前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量 也远超其他国家 约占全球病例的22% 从这张走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3月27号突破10万例 之后每天增长约2万例 4月1号突破20万例 截至到4月1号 美国死亡病例超过5000例 此外 美国从3月19号突破1万例 到4月1号突破20万例 仅仅过了13天 美国疫情发展的迅猛 似乎让美国的领导人也始料未及 过去两个月间 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新冠疫情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我们认为我们非常好地控制 我们有很少问题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时刻 基本上这会会出现 我们在库务上 我们都在库务上 我们都在库务上 放松 我们做得很好 我们都会通过 我一直都知道 这是一个真正的 这是一个疫情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那种 我们说到100,000 那是一个厉害的数据 可能甚至少 但是到100,000 所以我们有100,000和200,000 我们一起都做了一个很好的努力 他们说 这是一个厉害的两至三个月 这是一个厉害的两至三个月 我们在国内的厉害 我们会失去千万人 也就相当于说原来冰山是只露出一小脚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全面的疫情的情况 第二个现在激增的数目 其实也代表着社区感染还在继续 华谈现在没有关于疫情拐点的预测 那么他真正想预测 是什么时候医疗资源会出现紧张 那现在看来的话 大概是在4月16号 也就是15天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全美医疗资源紧张这样子的情况 那疫情到底有多严重呢 我们如果说是看每一天的死亡人数的话 在4月初每天死亡人数大概是将近900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呢 到达一个波峰会出现每天死亡人数将近2600人 那个时候也就是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后 这种情况呢 之后会慢慢的放广 但是当疫情要出现一个平稳期 或者说死亡人数每天要在10日以下的话 那个时候已经要到7月初了 那么现在根据估计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一直到8月初 美国总共的死亡人数会将近达到9万人 目前纽约依然是美国疫情的阵中 在全美累计大约21万例确诊病例中 纽约州就占了8万多例 在这段网友拍摄的视频中 9辆救护车停在曼哈顿一家医院门口 等待将患者送入急诊室 据悉 纽约急救部门 已经有超过260人感染新冠病毒 此外 纽约警方也遭遇了疫情的严重冲击 超过800名警察感染病毒 4人去世 美国媒体认为 美国疫情还远远没有控制和降低的趋势 患者数量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 就会冲击医疗系统 导致床位和医疗用品迅速耗尽 所以要尽可能地把这条曲线推平 推平曲线的方法就是采取积极地 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 但很显然 美国绝大多数地区 现在都没有把曲线推平 这条线是美国整体的曲线 一直在向上升 纽约有一点点趋缓 但还要看本周的数据 邢泽西 密歇根等等 都在禁止往上升 这种情况在全美比比皆是 面对疫情 美国各地也陆续出台 不同的响应策略和围堵干预策略 加利福尼亚州 是美国首个发布居家令的州 洛杉矶等地在限制社交接触方面 实施了全美最严格的措施 所有游乐场 海滩和登山路线 全部关闭 洛杉矶市长已经建议民众 外出时戴口罩 三日中旬 加州以旧金山为核心的湾区 成为美国首个发布居家令的都市区 当地医护人员表示 医院近期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 比预想的要少 1号随着人口大州 佛罗里达州颁布居家令 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全美已经有37个州启动了类似政策 将近3亿人被禁足 据报道 美国疾控中心预计 将在近期修改有关戴口罩的指南 此前美国卫生部门一直坚持 只有出现症状者和医护人员 才需要戴口罩 据悉 特朗普团队中大多数成员 都已经对放宽戴口罩的标准 表示了支持 其实在美国呢 也是一个就是属于 各个地区差异非常大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那包括疫情在内 就比如说像纽约 以及周边的东北部 疫情已经相当紧张 那么当地的居民对于疫情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认识和相关的态度 但是呢 在一些现在疫情还没有爆发 或者说到达高点的地区 人们的心态相对而言 还是比较放松的 其中一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美国 特别是年轻人 他们基本上对于疫情 没有什么集体机密 很多人对疫情的理解 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因为此 他们很多人会觉得说 疫情就像是一个普通感冒一样 随着疫情的蔓延 美国戴口罩的态度 也发生了改变 就比如说像有些超市 他们已经开始提供口罩 或者说是会在 超市的入口 建议大家戴口罩 疫情还蔓延到了美国军队 当地时间一号 美国海军宣布 已经开始安排 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上的船员下船 到岸上隔离 此前 正在西太平洋执行 海外部署任务的 罗斯福号上 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且数量不断增加 不得不紧急停靠关岛 目前 该舰上的确诊病例 已经达到93例 据美媒报道 部署在日本横须赫的 里根号航母 也报告了确诊病例 这意味着美军近期面临在 西太平洋地区 无航母可用的状况 截至4月1号 美军现役部队中的 确诊病例数 已经升至771例 台海世卫组织多次明确表示 对所有国家有一个简单的信息 那就是检测再检测 快速而彻底的检测 是控制住疫情扩散的关键一步 4月1号 由美国亚培公司研制的 新型快速核酸检测设备 正式向市场推出 该公司表示 这款设备可以在5分钟内 给出阳性结果 13分钟内给出阴性结果 是目前检测速度最快的设备 检测时只需将样本 与一种能使病毒分解 并释放出核糖核酸的 化学溶液混合 然后将混合物放入一个 重量不到3公斤的小盒子里 就可以等待结果出炉 据悉从1号起 该公司每天可提供 5万个检测试剂 供5万人检测 3月31号 美国的FDA食品药品监管局 又批准了另外一种检测的手段 它是通过抗体进行检测 那么这种检测 可以在2分钟之内就出结果 并且我们从检测指标的角度 来看的话 它的灵敏度是非常高的 一个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人 它被检测为阳性的可能性 有99% 也就是说假阴性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低 大概只有1%左右 同时呢 一个没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 他被检测为阴性的概率 是有91% 也就是说假阳性也是非常低的 只有9% 那么从这些指标来看的话呢 这个快速的2分钟的检测 应该是一个非常影响的检测手段 随着它的出现 希望美国的检测能力 会大幅度的提高 新冠疫情发生以后 检测难成了美国防控疫情的一大障碍 排长队等检测的画面 在全美各地随处可见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 3月中旬以后 美国日均检测数量大幅提升 但3月最后一周 每天的检测数量就不再增长 甚至有时还出现了减少 据美媒报道 由于检测需求太大 不少检测点准备的检测物资 很快就耗尽 甚至连采集样本的棉签 都开始数量不足 严重制约了检测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据悉 美国核酸检测使用的棉签 很大一部分产自意大利 白宫不得不下令美国国防部 安排军用运输机 每周往返意大利与美国 承担运输棉签的任务 当美国出现第一例社区病例 在加州的时候 CBC也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相应的调整的策略 由医生或者是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 提出有检测需求的时候 就可以接受检测 但是人们还是不能自发地提出说 我需要检测 最开始的时候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独朗大全 所有的检测最终的认证 都必须要在疾病中心的总部 亚特兰大进行确认 那么一个案例从它取样到确诊 要好几天的时间 但之后疾病中心开始发现 就是疫情有蔓延的趋势 以及出现了社区感染 这样子的话 就把检测的权力下放到 一些有知智有能力的高校研究院 以及一些私人的公司 这个时候检测能力就大幅地增强 但在这个时候 疾病中心又做了另外一个决定 就是它不再实施地更新疫情的人数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监控并不是非常有利 控制源头切断传播途径 是传染病防控的治本之策 在中国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早已深入人心 加强检测排查 能够把险在的感染者都隔离出来 把潜在的感染者都排查出来 保证不留盲区 不留死角 韩国在全境设立了超过600家 免下车检测点 让民众想测就测 除了免下车检测点外 一种类似电话亭的 全天候步行筛查亭 近日也在韩国亮相 筛查亭内的医护人员 进行简单说明后 将棉签探入检测对象的鼻腔 开始采集样本 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就结束 筛查亭内维持正压状态 外部空气不会流入筛查亭 因此医护人员无需穿防护服 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消毒手套 就可以为下一位受检人员 采集样本 筛查亭可以移动 亭内还可以随时转换为 负压状态 接受检测的人员被采样时 可以站在筛查亭内 也可以在庭外 同理医护人员在庭内 庭外均可操作 目前一些疫情较为严重的欧洲国家 也开始加强检测能力 近期有媒体报道说 有外国人在中国不遵守防疫规定 甚至殴打工作人员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4月2号回应称 所有在华外国人应该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规定 对于那些拒绝执行防疫措施 扰乱防疫秩序危害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外国人 中国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才看到今日有专家指出 预防接核病的疫苗卡戒苗 不仅将有助于预防新冠病毒 还能够减少新冠病毒的死亡率 那对此全球科学界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临床试验 试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卡戒苗是历史最悠久的疫苗之一 在1921年首次被用于人体免疫 被认为具备安全廉价的优点 注射后接种部位会留下明显疤痕 它能够对结核分歧杆菌感染产生保护作用 缓解感染的症状 尤其是避免儿童患上致死性的结核性脑膜炎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所有健康新生儿 接种卡戒苗 目前每年约有一亿儿童接种 在中国卡戒苗是国家免疫规划的一部分 2009年以来接种率达到99% 在韩国从1962年开始 所有的新生儿在出生后四周之内都必须接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小学生都接种了卡戒苗 近日有专家认为卡戒苗接种率越高 新冠病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低 研究人员对60个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 数据显示 像中国俄罗斯和韩国一样 强制要求接种卡戒苗的55个国家中 新冠病毒病死率每百万人只有0.78人 而美国意大利等不接种国家 病死率每百万人达到了16.39人 二者相比相差20多倍 另外实施全面接种的时间越早 病死率也越低 这一说法迅速引发全球医学界的关注 目前何兰的同事正在进行研究 他们不是在研究卡戒苗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 帮助抵抗新冠病毒感染 而是在研究卡戒苗对免疫力的普遍激发 目前各国的科学家正在尝试找出 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结核病接种疫苗 与新冠病毒死亡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 下周西方病毒学家将开始进行临床试验 他们将被4000名医生和护士接种卡戒苗 以测试其效果 我认为从广义上讲这并不会影响发病率 这不太可能适合治疗 但可以作为进行密切接触 且冒着生命危险承担救治工作的 医护工作者的预防手段 专家普遍认为 卡戒苗到底有多大的效果 还需要进一步加以验证 但随着疫情的満燃 海外发生的情况如何 和疫情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哪些改变 老年群体是最易感的人群 所以我就买了100只口罩 然后买了这种分装袋 每个袋子里装了三只 一共是33包 然后每一包上也都贴了这样的标语 以一口罩 一口罩 一口罩 所以我就想今天去超市门口 给老年人发一下口罩 我要用戴上的戴上 冲突破的戴上 非常多谢谢 你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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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几个地方 我嘗嘗到几个地方 几个戴上的戴上 几个戴上 几个戴上 作为了 作为人 作为人 谁不活在这国 我认为 你会站在这里给我们的钱 我会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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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保护自己 谢谢 谢谢 在三周之前 纽约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的学校也已经封了校园 开始给我们上网课 所以出于种种安全的考虑 我决定回国 现在已经到 可能以国际机场也好像这样冷了 可以看到有非常的少 工作人员要求我们每个人之间 没有足够的空道 工作人员来给我一张通知 是要签名 我们去往北京的飞机 要先在青岛检疫 现在下了飞机 准备去接受安全检查 云川机场里面有非常的空 本来应该非常热门的机场 韩国化妆品店 现在可以看到 基本上没有顾客 想在这边接一点饮用水 发现它临时中止了 我们将暂停经营 预防传染病 现在一部分乘客陆续下机了 他们可能是在健康声明卡里面填写了有不适症状的 先下机去做核酸检测 现在我们在等待出关 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 都一直要工作到深夜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 上大巴了 你可以看到外面有很多很多的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又测一次体温 在帮我放我的行李 谢谢你们辛苦了 谢谢 下面有个几个开机 几个人做一堆 这一屋虽然经历了26个小时 从我在美国的出所处发到现在 非常辛苦 但是只要能够回到祖国 母亲的怀抱 一切都不可值得 无论在哪儿 我们的心在一起 各种资讯就来看一组苏兰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受疫情影响 4月1号普京首次以视频会议形式 主持召开政府工作会议 画面中 普京在位于新澳加廖沃的官邸内 与总理和部长们 通过远程会议探讨疫情防控 此前 普京在莫斯科视察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时 接待他的医生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当天 普京还签署了 加强违反隔离行政责任法 对不遵守隔离规定 造成他人感染死亡者 处以最高7年有期徒刑 此外 为了监控强制隔离的执行情况 莫斯科还推出一款应用程序 该软件可上传隔离者的 地理位置等信息 4月1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阁疗官员们 首次戴着口罩出席参议院会议 韩梅称 日本内阁成员戴着口罩 站在议会答辩台上 是非常罕见的情景 这一举措 让日本网友觉得很惊讶 纷纷表示 终于有了对新冠肺炎的危机感了 此外 由于口罩持续短缺 为了消除国民不安情绪 安倍晋三表示 将通过邮政系统向全国5000万户家庭 配发棉布口罩 每户两个 截至4月1号 日本国内累计确诊 新冠肺炎病例超过3000例 英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再次上升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近4月1号一天就有563人死亡 总死亡人数在不到四周时间里达到2000多人 BBC称 增长与科学预测模型基本一致 为抗击疫情 英国政府在短短几周内 将贝尔法斯特 格拉斯哥 卡迪夫等地的会议中心改造成医院 据西班牙卫生部4月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西班牙单日新增死亡864例 创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目前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10万例 西班牙政府正在采取更多措施与疫情作斗争 在马德里 一些会议中心被改造成临时医院 以缓解医院的压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越来越多的国家关闭边境停止粮食出口 全球粮食供应网告急 据报道 年出口大米50万吨的柬埔寨 决定从5号起停止出口大米 越南已于上周停止出口大米 该国大米年出口量高达650万吨 而大米进口大国菲律宾 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正在加紧储备粮食 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称 如果主要粮食生产国加大出口限制 那么疫情可能严重破坏全球食品供应链 4至5月全球或将面临粮食短缺 为防止群体感染 韩国政府决定开展网上教学 但是要想顺利开展远程教学 学校家庭都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环境 韩梅认为 从目前来看 网上教学整体准备不足 一半教室不能无线上网 无法进行实时双向教学 还有学生家中没有电脑或手机 即使有电子设备 如果家中兄弟姐妹多 也无法同时上网 教学效果也令人担心 在韩国受疫情影响开学再度延期 为学校供餐的农户陷入困境 农户的低温仓库里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 里面装着大葱 生菜等专门为学校供餐的绿色农产品 为配合本月6号开学 农户提前收割并包装 没想到开学再次延期 韩媒表示 经济衰退导致农产品滞销 为学校供餐又被迫停止 农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疫情期间 比赛不分场地 客厅也能变球场 全球排名第一的网谈巨星 德约科维奇 在家中与弟弟用平底锅打起了网球 利物浦足球俱乐部的著名门将阿里松 将球准确地投入屋顶的窗户 这记忆能和棒球投手媲美了 疫情令演出行业停摆 一名马戏团演员 在家中绣了一把网球拍杂耍 令人眼花缭乱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